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你猜最简单的长寿秘诀你知道是什么吗 揍起来 因为心静就自然凉了呀 不 是保持呼吸 不要断气 fine fine 听说你是团队里的老呦 但是没有人记得你 你怎么看 这种问题很难 这样子很干尿 因为还如花似语的年纪 好吧 可能是maybe我长得有点成熟 maybe就这样 但是我觉得这是稳重的一个体现 我觉得 听说你前几天被抓到偷奖外卖当时的心情是什么样子 嗯 我觉得那个人 那个人不知道是送到哪里送错了吧 而且为什么填购英国养的手机好 这是很奇怪的一个事情 但是我真的觉得那一次就是我的人生一大迟足 怎么能被你出发包 哦 就很不理解 其实我一般都是 就是 隐藏的比较好的那种 莫名 这次 落法 以后绝对不能有这种状况再次出现 以后一定要再想一家其他的办法 你这次有被惩罚吗 呵呵 呵 我这次有被家的办法师去约谈 就这样 很心酸 一次的心酸真的被 被发现被抓包 得尽 我希望 广大网友们能够就是 点外卖的时候都小心一点 不要像我一样 看样子你也是个吃货 那春节这次是怎么过的 有没有胡吃海瑟呀 嗯 过年嘛 对吧 对吧 一行行 一行行 下一次要参加比赛了 你现在有什么感觉 现在就是有一种略激动的心情 就是 马上要到一个陌生的环境 然后见到陌生的人 然后也有很多挑战 虽然说的说的有点官方啊 但确实是这么一回事 然后呢 又有一点 莫名的激动 嗯 好的 那最后 祝您取得好成绩 谢谢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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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大家